你过手机的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吗 他再先进再先进你想把他孩子很容易的吗 怎么会不容易呢 他创新你也可以创新啊 他考研发你也可以 发钱慢慢慢慢慢慢 发钱照照照照一下 他是技术性人人的 跑跑跑跑 他就叫一个研发部门 每每年都研发新技术 就创了创了那个新 新新新新新新版本 比如说这个黄色 这个手机的大小 这个这个厚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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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超超超越苹果 是不是啊 你超过他之后 你在技术上超过他 这个版本上超过他 就是广市上超过他 那么你在价格上 性价格上超过他 在那个装备店那个 数量上超过他 比如说他在没有地方开一家装备店 你就用那个韩生的那个四面包围之间 在他周围再开四家店 他开一百家店 你开四百家店 他的铁主开 开四千万个店 你就开四一家店 你有多少资本 你就你比四倍还超过他 那那是超过四倍 那你超六倍七倍八倍十倍 你用十倍的店面去攻击他 那你就包围之际了 你抢了他的市场分娩 你在线下里超过他了 在网上再超过他 现在越是三位很赢 你每一个品牌的那个店 是三位巨头 你都在里面设立奇迦店 那你这家公司的产品 你不就超过他了吗 是不是啊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